好天气消息带你来看到周二十九号是持续呢 是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华南云雨带移入的影响 那么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就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早晚是凉 那么也估计东北季风会影响到周三 周四之后呢水气会减少气温会回升 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的发生几率 提醒民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攜带雨具 周一周二受东北季风影响 加上华南云雨区东移 东半部水气增加气温低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预估东北季风会维持到周三左右 周三晚上到周四清晨降雨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18号19号大概会受到围罗东北风影响 所以气温会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不至于低到哪里去 不过就是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 所以你如果早出晚归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带一些雨具 然后穿一些博外套 或是如果你真的比较怕冷 还是穿一件比较厚一点的外套 然后20号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温度 大概慢慢就上升 然后到24号的时候 我们温度大概还会上升到28度 那时候可能感觉上就有一些比较热的一种感觉 不过我们看到低温的地方 可能早晚还是会比较冷 大概就在20度到21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归还是40天加1伏 然后还是一样 我们在淫风面上面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说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局部降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周的天气概况是18、19天气 大概会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那20号以后大概就是一个比较逐渐升温的一个情形 然后局部地方还是会有些降雨的一个情形 上半周水气较多 下半周气温回暖 周四开始水气减少 周五起转南风 各地气温明显回升 多云稻晴 只有东半部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雨 提醒民众出门记得保暖 做好防疫 期待雨具 接着长邦夜华林区报道